新城乡公所在两个月的暑假期间 安排了乡内学童办理原住民族儿童娱乐成长营活动 课程内容包括了文化认知激发多元创新竞争力 进行鼓励学子多方面的接触各类活动 而新城乡长何理台表示 公所设计多元的学习课程 让孩童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学习 丰富整个暑假 后来新城乡113年度原住民族儿童娱乐成长营 慢波两一下活动并且正式展开 新城乡长何理台规划为期两个月的丰富课程 让学童们能够快乐学习成长 各位同学首先我代表我们乡长何理台 欢迎各位同学参加儿童娱乐营 那这个暑期活动呢 你们会学得非常快乐 为什么呢我们要学习老人的智慧 也就是我们部落族人的智慧 文化智慧 你们将会学习到不一样在学校课程的课程内容 我们会有族语老师教各位族语 还有传统记忆的研习 比如说做传统的便当 新城乡公署人住民事务所所长 郑轩表示课程安排内容包括暑期作业辅导 先修课程英文详建欢 律动ABC部落文化故事与绘图和品格教育 让大家能够输货满满 新城乡长何理台表示 而这次暑期活动就是要培养在地原住民学子健康的活动 提升对原住民传统文化的认知 激发多元思维及创新竞争力 有效利用休闲的时间 创造共同的欢乐以及记忆 丰富整个暑假 额头威乐成长赢 慢坡两一下 赞不赞 赞 记得中意 先想不到